Y 哈囉大家好 我是空姐摸摸摸摸 又到了航空面試季啊 每年到這個時候都會有很多人有問題 大家是不是都很好奇 國內或國外航空考試有甚麼不一樣呢 今天就要來分享 我先分享一下第一 我在考外商航空 我個人當時考試的時候呢 我們的面試是全英文 全部都是英文 第一關呢 就是摸高 當時是208公分 如果你摸不到的話呢 你就再見 好不好 如果你沒有這個身高的話 不要跟我說你要考空姐 然後你們知道為什麼 空姐一定要有身高嗎 當然不是什麼關行李櫃 這種膚淺的問題啦 是因為有一些飛機的逃生設備 是在天花板上 你需要拉得下來 才能夠拿到逃生設備 才能存活好不好 Anyway 第一關呢 就是要摸高 所以你如果摸不到的話 再見 你就不需要看 你就不需要看空服員怎麼考 等一下看地形怎麼考 好不好 第二關呢 團體討論 當時我的考試呢 問題是 如果今天你是旅行社 然後你要推薦花蓮這個景點 你會怎麼做呢 大概只有不到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可以開始討論 討論完之後呢 馬上就會刪人 第三關是叫做 辯論戰 記得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些全部都是英文喔 辯論有什麼問題呢 例如說 皮草 穿皮草 應不應該要禁止 選美比賽 應不應該要禁止 煙草稅 應不應該要增加 上網年齡 是不是應該要射限 然後呢 這每一個題目呢 是用主法官去抽來 決定你這一組 是討論什麼 你是正方還是反方 當然也大概只有 不斷五分鐘的時間可以討論 討論呢 過程當中辯論都像英文的 我是抽到反方 上網年齡 應不應該要射限 當時有一個女生是抽到正方 她就會一直不斷攻擊我 攻擊到她已經完全忘了她在面試 哈囉 她就攻擊我 後來她馬上就再見了 然後我那一組呢 還有一個女生 大家討論 要講說 那我要講什麼 你講這個一我講二我講三 那個女生 她第一個講的時候呢 她就很bitch的把大家講的點 全部都講完了 你以為她有存活嗎 沒有 她一樣再見 所以玩這種考試的時候 不要耍心機好不好 主考官可能也是會看得出來 第四關 如果你對我已經考到這邊的時候呢 才會進階到 英文考試 不是考多一喔 是航空公司自己準備的聽力跟閱讀測驗喔 聽力測驗裡面有包含 英國槍 澳洲槍 美國槍 有各種槍 畢竟線上機師是各個國籍都會有 你如果要翻譯機師 臨時廣播的話呢 你需要各種口音 你根本聽得懂 如果你真的有幸都可以通過這些的話 最後你才會走到 一對一的面試 那已經是第二次了 一對一的面試呢 我當時主考官是個非常冷艷的美女 她一看也就是前空服員退下來 然後當面試官的 她問的問題就是 各種奧客會出現的問題 然後看你要怎麼回答 我當時的考試被寫是個滿江紅 然後我以為認為說 完全沒希望 然後回家我媽就安慰我說 先貨人才是賣貨人嗎 所以 登登登 我當時還是考上囉 所以呢 就這樣飛了幾年 然後最後 嗯 決定要下來做地勤 所以呢 今天還是要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考國籍地勤的面試內容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艾波 我們請艾波來分享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波 好 艾波今天呢 跟我加起來 我們兩個都有考過國內航空 而且我們加起來 考過了 有三間 有三間 三間不同 那我們今天就來快速分享一下 那我認為外商航空 跟國內航空考試方式真的很不一樣 你考過一間是國內線 跟國際線 那國內線那間是怎麼考試的 國內線考試最主要呢 一開始會請你自我介紹 那我那時候出其不意的 他並沒有限定中英文 我一進去 就有英文自我介紹 所以這邊提醒各位學生 可以準備中英文的自我介紹 在現場發揮 那最主要還是討論說 你為什麼對這個公司有興趣 那你對這個公司了解有多少 所以也提醒各位學生 一定要去了解這個公司的企業文化 以及他們的餘運重點喔 嗯哼 那國際線的航空公司呢 有什麼差別 國際線航空公司 最主要是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初始 第二個是副始 那第一關初始呢 我們一次是進去三個人 三個人同樣回答一個問題 所以這時候 當別人回答問題的時候 你在旁邊 你以為你就沒事嗎 錯 這時候 別人回答問題 你要怎麼樣呢 要默笑 假笑認同好不好 假裝你有在聽 專業的考生就會這樣 什麼沒有在聽 但是會不會再點頭 對 會不會再點頭 這個很重要 這個 大家去考試的時候 你會觀察到現場都會有一個 假掰的坐姿 就是要上半身挺 然後腳要這樣子 等一下腳拍不到 真的嗎 就是要寫45度這樣做 你知道嗎 要寫45度這樣做 然後帶上這個假掰的笑容 來 手 手要這樣擺 就是這樣你看 擺在腹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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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始笑 我們來是 一分鐘 你以為考場經過沒有人在看嗎 考官都在看 一分鐘的時候 不要動 開始 不行我受不了 等一下還沒 快準 好 真的不行 我不是這樣 但是這是真的 因為你在考試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 排排中 大家都這樣做 假掰到一個不行 你一定會假掰到 一定下掰 你今天如果做到 老A台 你都要繼續笑 你今天如果做自己 你是不是考不上去 你就是要這樣 一進考場之後 就開始這樣 然後回家這個 腰很痠你知道嗎 因為腰挺 因為你很挺很直 你會覺得自己都下去當兵了吧 國際航空那間 他有問什麼問題 對一樣呢 一樣你要去了解這個 航空公司的 他的文化背景 以及他的營運重點之外 那我第一個出事的時候 最特別的是 考官問我說 你們是不是提早來這個機場 因為我們那時候密室在機場 那我們答案一定是 他就會問你說 那你對於航空公司的了解 對於我們公司的了解有什麼呢 一般人的回答就會是 嗯 制服很漂亮 大家都很親切 對 不專業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這樣回答 你是不是走回家 考什麼航空公司 可能考八百病也考不上 就是這個問題實在 答案 大家應該是 滿膚淺的 這樣制服很漂亮 我想穿制服 嗯 覺得大家都很親切 大家都很親切 我們都是天使 哈哈哈哈 但是我最主要的問題是 對於你在航空公司的觀察有多少 你可以例如觀察說 在櫃檯的運作方式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能剛剛有看到 這麼剛巧 有被你看到一些什麼case 例如說有客人在做一些爭執的時候 我們櫃檯人員是如何做處理的 你可以針對這種專業性回答 來回答考官的問題唷 有一些面試觀證會 會去演奧課讓你回答 像我剛剛講我考到的就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國籍航空考試很不一樣 國籍航空通常進去就是 我跟她是不同年考進去的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就是走台步 外景航空就是看個性 然後英文能力要好 然後國籍航空就是 對 要找那種 你也知道國籍航空有兩家 所以其實一走出來 大家風格真的是不一樣 對 一家就是喜歡 台灣好幸福 台灣好幸福 另外一種就是 像我一樣我就是個 妖艷見貨吧 哈哈 妖艷見貨 有一家就是喜歡這種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在講哪一家 我們也不討論 還是有貼實心 一定要平反一下 我們也不討論我們 我們進的是哪一家 但是我們就是分享一下 第一關進去的時候 竟然是走台步 OK 就是國籍航 外籍航空在走台步 走台步進去之後 然後坐下來每個人 是假掰笑 一分鐘開始 然後默默認同 點頭 聽別人在講什麼這樣 然後呢 你不能不發表意見 你也不能發表太多意見 不行 因為他可能就是問你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方 那你覺得怎麼樣 大家都會說 嗯 我很認同 你是這麼認為 然後但是如果你開始去講 觀點講太多的時候呢 他通常就會認為你這個人就是 太強勢 太focus在自己 就是這樣 出局 那如果你是那種就是 太溫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表達意見的話 這時候也是 叮叮 就出局好不好 所以考試的時候 你要抓得到時機 沒錯 因為航空公司這個工作 就是一般兩代演 你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畢竟你明天要講很多話 看很多人 你就不相信你看了一百個人 講了一百句同樣的話之後 你會受得了 你真的每天都講一樣的話 你真的會崩潰 我要講另外一個 就是那個 很喜歡的航空公司 很喜歡找 問一個問題 對他們會有一些 就是視性測驗 我不懂 都會問一些像什麼問題呢 例如說 如果公司有公會 你會加入嗎 你知道我回答說是什麼嗎 是跟不是 然後你知道 勾那一題的時候 不是 不 違背我的良識 我的良識要中風了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勾不是 但是你知道 這種問題 一看就是知道 你也知道他要找的人是怎麼樣 如果你知道 依照你的良心去回答的話 你可能就會考不上 好不好 這些東西還有 例如說 我是個自認為為 刻苦耐勞的人 的人嗎 誰想要勾室啊 但如果你想要進航空公司的話 你就只能一路 勾一些違背自己良心的答案 我希望是不 對 我刻苦耐勞 對 我喜歡洗碗 對 我還有聽說過 就是那個航空公司 他們會找就是 看面相的那個 面試官 對 然後呢 就是說在面試的時候 他們會看這個人 如果長的就是衰樣 就是可能會造成 就是事故發生的話 你就是 而且我還有聽過說 考官還會去廁所 就是假裝清潔阿姨 心機也太重了吧 好重喔 三十八年檔 假裝心機阿姨 然後看你上完廁所之後 你是不是 會把那個 洗手台旁邊的水 順便擦乾淨 OK 你們以為就是 考航空公司這麼簡單嗎 公司的那個 心機很多 到處都有人在觀察 對不對 對對對 還有這樣就像講 譬如說你不是做的時候 正進作為 因為他觀察你 你雖然在他面前 都是這樣 是不是你走出去就是這樣子 對 大家可能說 高的鞋穿好酸 然後出去考場就是鬆了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哪邊都有人在看 旁邊會有一些間諜 潛伏在你身邊 真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沒錯 那就是講到富士 講到你進到富士之後呢 這個國際航空公司 因為我們是不同年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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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說什麼 十八歲好不好 我們是不同年度考進去 所以我們考的內容不太一樣 那我那一年有考作文 那作文題目其實就是很天馬星空 例如我那一年是考 假如可以回到過去 大學指考 就在大學指考嗎 就在大學指考 它沒有標準的答案 其實最主要是考你的表達能力 你在針對這種狀況之下 你有沒有辦法適度的表達你想要回答的問題 那你寫完作文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面試 面試有中英文面試 就是中文面試 就不用多說 大概就是 它差不多的問題 那最主要是英文面試 這個我很有印象 因為英文面試的時候 老師真的就是全英文跟你聊 我一開始也是被好好的 你考官是英文跟你聊嗎 是就全英文聊天 欸怎麼我們考樣公司 可是不是耶 你知道我當時 考官會用中文問你問題 然後你用英文回答 那想說 What 然後我那次的題目 我記得他就說 老天生給人 就是 兩個耳朵 兩隻眼睛 跟一隻嘴巴 那你覺得為什麼 然後想說 這還要問嗎 這還要問嗎 這跟視訊測驗一樣很明顯 他們就是想要聽到 我就說 這個很明顯 我也覺得這樣很合理 就是 要你多聽多看 然後小說 小講人家的八卦 我也會想一模一樣的回答耶 這個題目我覺得 國內航空公司都還蠻明顯 可以看出來 他們是想要找 哪一類型的人 你就是要順著那個方向走 才有可能會考得上 那你說你的題目是什麼 他就是很隨性跟你聊天 其實我已經背好長篇大論 就是 我叫什麼名字 我畢業學習學校 我的經歷是什麼 其實我都記好記滿 殊不知他完全沒位 我是直接傻眼 他就很隨性跟你 像一個朋友聊天 假如你的外國朋友來台灣 你會介紹他什麼台灣的特色 應該說 因為這已經是我第二次 考航空公司 所以 在於這個問題 一定很多人回答說 我要介紹好吃的 例如什麼臭豆腐啊 蚵仔煎 但是呢 我個人身為一位 我就是說 我希望能夠介紹 我的國外朋友 更了解客家文化 例如客家的美食 客家的歌曲 以及客家的特色是什麼 例如廟宇 因此 考官也很特別 在我考試的時候 就說 那你會唱客家歌嗎 我現場唱了一首 我跟你講 國籍航空的考試真的 我覺得很沒有邏輯 很沒有邏輯 跟外商考試 他問的問題都是一些 就是很反應性 然後就是 跟航空公司 可是稍微有點關係 可是 國籍航空 我真的覺得是 很難捉摸 有時候真的很隨性 我真的不太 我不太清楚就是 我不想講 但是 但是 我真的覺得國籍航空 跟外商航空 考試方法非常不一樣 所以 但其實最主要 其實目的也是要看你的英文能力 我跟你講 一千個考生 都有一千個人會背你的英文的履歷 可是 當他不問你準備的那些內容的時候 你一定會手忙腳亂 在你手忙腳亂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知道 你一個人的英文成功到底 那他說 你今天考國籍航空考什麼 我說 我去唱歌 我去唱了一首歌 四哥講完 講完之後 大家最開始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 艾波穿的就是一個 標準的 招考的服裝 他的這個 包頭他今天有特別的書 這個叫 法式包頭 等一下我們在最後花絮的時候 會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白襯衫好不好 女生如果你穿白襯衫裡面 可能就是 最好配白色的內衣 或者是說 你要再配一個小背型 這樣還不會就是露出來 對 這個是算是標準的 考試裝 那裡面襯衫的話 其實都是穿短袖 基本上是穿短袖 對 好 然後下面的話呢 就是膚色絲襪 高跟鞋 然後是要有一點高度 最好不能 欸好小隻欸 好了 我現在在樓上的感覺 所以知道 我現在沒辦法去考 我現在在樓上感覺 因為我摸不到 我跟你們大家說 如果你長得像他這個身高的話 你就不要來問我考空姐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就考地勤好 其實地勤的福利也是很好 也是有那個機票 機票航空公司的福利好嗎 沒錯 好 今天就是我們分享 國內航空跟國外航空 考空服員 以及地勤面試大學 待會有花絮上 還會教大家 怎麼綁這個有氣勢的法式包頭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和阿菜的YouTube 追蹤我的Facebook還有IG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今天要來示範 空姐頭要怎麼綁 法式包頭 可以先買這種小夾子上面有斷帶的 這種六爪夾會比較好夾 瀏海的話可以看你們要綁哪一種 你們可以綁成整個往後梳的 梳起來就是很乾淨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們要把瀏海留在前面的話呢 就是最後可以再夾上去 就會變成像這樣的感覺 好那我們請愛波來示範一下怎麼綁頭髮 它頭髮其實蠻長的 它是直接轉 那有些人是會先紮一個馬尾這樣子 好這樣繞上去之後呢 然後把它慢慢的往裡面塞 這個髮流最後要順一下 剛開始綁你可能會覺得有點亂 但是最後會順一下 就基本上你都要把你的頭髮捲進去之後呢 往內塞 然後用這個小夾子 順著髮流抓 然後把它夾進去 然後它瀏海就是這樣子 往後梳的有沒有 其實應該要準備小梳子啦 但是我們現場 因為那個梳子放在公司 忘了帶回來 然後把瀏海這樣子順過去 然後把瀏海這樣子順過去 這樣子前面前額就會很乾淨 如果你是怕有一些瀏海 就是綁起來會覺得 梳得很亂的話 就是可以整個往後梳 那可能長瀏海的女生會比較適合 好這樣其實已經算是定型完成了 然後最後可以再把這個夾子夾上去 然後最後可以噴上 你們可以噴上髮膠 或者是抹那個髮蠟 你們可以抹髮蠟 然後前面這些毛毛的就可以處理掉這樣 這個就是算是還蠻基本的法式包頭 那也有一些人會用一片髮疏直接插進去也可以 但我個人覺得頭皮會比較緊 好我們謝謝APROR示範 先綁一個馬尾 拉一個髮劑出來 其實線上空間有蠻多綁法 大家彼此也都還是可以呈現在交流的狀態 可能我們都還是有很多綁法 不知道另外一方是怎麼綁的 這個綁法我還真的沒有看過 這個是很簡單 因為你就順便挖一個洞 它原理是一樣的 一定要塞進去 塞好塞好 如果你們不要有那種綁起來的菜鳥感的話 就是那種你只要包頭都綁得很緊 就會有一種菜鳥感 然後如果你們要綁起來沒有菜鳥感的話 上面都會有一種就是這種凸凸的 空氣感 就要留一點空氣感 這個空氣感就可以創造出一個解的感覺 一個解 這個尖尖的地方很重要 因為沒有尖尖的地方就會有一種氣勢 好這個也是可以綁成像剛剛那樣子的 就是一個髮式頭這樣 基本上面是 這樣前額也是很乾淨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可以噴上髮膠 跟或是髮蠟這樣順一下那個毛毛的地方 好我們謝謝Apple示範簡單版 欸好了好了收工了 好耶 收工了 這一次不專業的考生是穿睡褲嗎 穿睡褲嗎 穿睡褲嗎 所以要是 Because I'm bad I'm bad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